韩国部队锅一上桌 立刻飘出酸辣滋味 原来师傅把韩国泡菜 换成了四川泡菜 后来充满番茄香气 却带有麻香 部队锅少不了的起司 轻轻一夹还会牵丝 番茄酱汁加入辣椒酱 把汤染成红色 放上部队锅少不了的年糕 豆腐和猪肉 还多了一味用泡椒腌制的四川泡菜 高温让起司慢慢融化 释放奶香 释放泡菜的话就是带点麻 然后还有加泡椒 泡椒的话会带点 会是有一点酸辣的口感 最品尝砂锅酥肉 原来是麻辣火锅配料的酥肉 吃来咸香微辣 或者吃干的 还能泡进汤里 吸收十三香滋味 抓过一次的酥肉送入油锅 让外皮松垮 大火爆香 实际一箱辣酱就能登场 加入川丸几冬粉和白菜 煮饺酥肉就能下锅 全菜经典的淋锅汤也创新 炸到金黄酥脆的鲁鱼 送入乳白高汤 让鱼肉油脂释放 加入乌鲤鱼和羊肉 喝起来就是一个鲜刺 炸过的鲁鱼 然后还有用猪骨去熬那个汤 然后让它变白色 然后还有再加入那个白胡椒 然后喝起来就是会有浑厚的感觉 全菜骨露 加入食会巧思 吃来脑不敷 你说你美国的红酒 吃来脑不敷